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退役之后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当时加借贷公司来催债的时候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某天借贷公司的老板大变态又派手下的小弟狗盛来催债 被狗蛋逃跑了 而找到狗盛的老爸之后又打不过傻蛋 他倒霉的被傻蛋给打了 狗盛一帮人非常的委屈 要钱要不到回到公司还要被老板训 杨年如果要钱要不回来 就把狗盛和狗蛋一起干掉 这两人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几天之后狗盛带着弟兄抓到了狗蛋 但是对于身无分文的狗蛋也是毫无办法 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 替狗蛋想办法怎么段时间内凑够还债的钱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团结就是力量 在大家的民粟苦想之下 终于找出了一个用收礼钱来还债的损主意 由于狗蛋家里没有什么婚丧嫁娶 于是狗蛋就需要用自己的爸爸死了的女一收礼钱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狗蛋给自己的老爸买了两张去云拿老家的机票 一张给傻蛋的 一张给了对傻蛋有想法的大婶子 傻蛋走了之后 狗蛋就开始了自己的收钱计划 他通知了所有有关系的朋友 终于凑够了还债的钱 但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远在云南的傻蛋看到了一个人抱着小孩跑 以为是人贩子 结果在开车追人贩子的时候 花生了好几辆豪车 结果人家还不是人贩子 傻蛋自己还受了伤 狗蛋赶到云南处理傻蛋的烂摊子 结果刚收上来的旅钱马上又挥霍一空了 回到家的狗蛋和狗生马上就被大变态给抓了起来 为几关头狗生只能拿出自己的汲取 再收还了狗蛋的一部分战务 狗生对狗蛋有很多抱怨 但此时需要共度难关 狗生发现狗蛋并没有给傻蛋的战友们发送礼的消息 于是瞒着狗蛋给战友们送了信 第二天战友们就全来了 他跟傻蛋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 狗蛋收了整整一箱子里钱 然而此时傻蛋已经回来了 发现了狗蛋的行为 于是表示狗蛋要么要钱要么要跌 无奈的狗蛋只能选择了要钱 因为这是关系到自己和狗生姓名的事情 然而战友们给傻蛋的钱都是名利 所以狗蛋和狗生被大变态带去了澳门 为了救回儿子 傻蛋和战友们重新拿起了枪 虽然是玩具的 傻蛋一对人也赶去了澳门 找到了大变态所在的老巢 与大变态一伙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战斗过程中 傻蛋和狗蛋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 傻蛋陪着狗蛋一起打魂斗罗的场景 在魂斗罗的鼓舞之下 两人终于合力干掉了大变态 维护了正义 维护了尊严 电影一直在坑爹 但是不管儿子再怎么坑爹 傻蛋在最后还是会拼尽全力 去救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父子情深 作为一个坑爹的儿子 狗蛋也明白了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也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深情 最后的结局 除了倒霉的大变态 也可以算是圆满 决定了